一个议题就是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发来很冗长的时间 英国政法两边先受到英国政局的变化 英国脱欧之后正式的启动 启动之后好像给外界感觉 英国在脱离欧洲之后 未盟其力先受其害 英国首相也饱受不少的批评 但是不过英国脱欧之后 到底对欧盟怎么样 那美国以来以前跟这个欧盟的一些 所谓的沟通管道 很多都是透过英国这个枢纽 那像英国脱欧之后 那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变化 那欧洲到底在英国离开了 整个欧盟体系之后呢 又会失去了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就一个 你做一个欧洲外交政策 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英国脱欧 到底对欧洲的影响是比较大于 英国本身呢还是怎么样 好谢谢你提到这个问题 我顺便做个 对广告 做广告 我的新书啊 大概今年会出版 我就写了 OK 有一个三四十万字的 关于英国脱欧与欧洲统合书 OK 那我其中的话 有一大部分就要介绍说 双辈的影响 那你提到说 对欧盟的影响 到底是欧盟失去了什么东西 对 其实对双辈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观察 对英国也有影响 英国他本来 是欧盟会英国的时候 他 虽然没有说所谓的想尽融华富贵 但是也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比如说欧洲的单一市场 给他免关税 这个商品自由流通 人员资金 劳务自由流通 给他非常多的便利 他60%左右的 对外贸易是跟欧盟国家单一市场里面来的 所以只要跟欧洲维持他欧盟的关系里面 他就能够有这种好处存在 那所以他现在英国脱欧了 这个好处不见了 那强生首相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是在他的手下 他脱离了欧洲联盟 对不对 他本身是很洋洋得意 历史流离 把英国带出了欧洲联盟 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一个英国 独立的族群国家 在世界去发展 以前的格局就是被欧洲联盟绑住 几乎是在欧洲里面 欧洲大陆里面赚 他现在提出所谓的 我刚才讲Global Britain 全球的欧洲 要做大一点 要像那个 这个以前的日不落国的英国 要强盛起来 要光荣祖国 所以强盛的任务 他就是要光荣英国 所以说他3月16号 就提出了全球 全球不列颠这个策略 所以他才 才加入了 这个亚洲的 这个对抗中国的行列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在我的观察里面 他是不得不为的事情 他英国对 强盛对中国的政策 特别是我们在讨论的是 在去年反送中运动 那港版国安法 颁布之后 欧洲国家 特别是英国 他居于是一个宗主国的关系 他必须要保护香港 所以他的责任又 又多了这种所谓盗益 盗益保护的责任 所以他在港版国安法 出来之后 强身对中国的批评 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批评之后 他马上又回马腔 又放软要去跟北京建立好关系 因为刚脱欧嘛 刚脱欧英国需要朋友嘛 需要振兴英国经济嘛 需要中国的市场 所以中国绝对要跟中国维持好关系 所以在美国在国际的压力 是因为港版国安法 他必须要去发声去批评 但是回头来又说了 他跟北京说 他是很喜欢 他的女儿 就在学中文到这个程度 用这个情形来修复 他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去年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 强身对中国的政策 是比较模拟两可 又大他又拥抱他 但是后来 这个川普选败了之后 他的偶像川普 对不对 那拜登上来之后 拜登的路线 他认为说要跟拜登修好关系 对不对 因为拜登跟川普是竞选关系 是敌对冲突关系嘛 那强身有所谓的英国版的川普 所以当然被花上等号 拜登也不会喜欢强身嘛 强身 对不对 所以强身他也有 也接受这种逻辑的推理 拜登不喜欢他 所以他在6月 6月11到13号 G20高峰会 或者是英美高峰会的时候 他就非常拍马屁的去 就要迎合 迎合 迎合拜登 要拜登对他 改变观感 那这些做法 是在会议桌上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强身 修补跟美国关系的一些做法 那更激烈的做法就是 参与 这个我刚才讲过的 四方安全对话 跨着 派军舰 常驻的两艘军舰不够 还答应美国跟澳洲 日本这些国家说 他要接着 未来要在亚洲 设一支 快速的反应部队 要加入 围堵中国的立场 的一个阵营里面 所以他的积极性 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英国这么积极 这个跨着四国 他的反应是如何 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对英国要派兵 要参与这个 这个亚洲围堵 围堵中国这件事情 基本上这四个国家 是表示欢迎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英国来了 对不对 英国而且你派两艘军舰 你要打中国 这两艘军舰 绝对发布不了作用 对 要打中国绝对是 不是日本就是美国 还是说日本 澳洲 印度这些联合起来 才有用 你派两艘 那这两艘又是欧归的 那战略上面会不会有些 战术或者战略上 玄奸上不一样 会不会造成麻烦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 就放话说 你英国就好好把你的武力 军事能力留在欧洲 focus在保卫欧洲的安全就好了 亚洲让我们来 嗯 做 美国 委婉的高 欧洲国家进入这亚洲 那这 这跨的这个国家 他的反复意义的 那 欧洲国家进入亚洲 他的贡献有多大 是很 很值得我们去试考 对不对 这个德国派出 一艘 驱逐舰 这个巴巴利亚号 一艘 那 是借着说要访问亚洲国家而来 他也没有 没有指明说要 常驻亚洲 或者是要围堵 中国 所以 欧洲国家 他最近都有派军舰到亚洲来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解读说 欧洲国家 他在台海冲突或是南海争端的时候 会出兵介入 那这个我长期的观察 欧洲国家一来 没有这个能力 二来 没有这个利益 那 天高皇帝也 从欧洲派兵到 到亚洲来 借助这个战争 那这个是不符合成本 而且 他的能力 他的贡献度 我认为是 非常低的 不过这个最后就是说 你觉得像欧洲跟英国切开之后 那对欧盟整个的外交政策 那你刚才提到英国现在在 在朝所谓的全球不略等主义在做 那有没有可能英国觉得这 此路不通之后呢 又回过头来跟欧盟之间进行某种连结 这个连结是迟早都会发生 那我们说这个连结其实双方都谈得很热络 我们说2021年1月31号 英国正式拖 2020年1月31号正式拖 拖之后 从2月1号到12月31号 这11个月期间是所谓的过渡期 过渡期在谈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 所以英国跟欧洲联盟都很care双方 那希望说能够维持贸易关系 那这个中间的话签订的协定 现在强生首相是把他推翻了 因为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问题 那这个问题又是很复杂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我们来谈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欧盟损失了什么 英国损失了什么 欧盟在外交安全上最大的损失 欧盟失去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 英国 五大常任理事国英国是其中之一 那否决权是我们最认识的 这些五大强国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保护盟国的利益 就动用否决权 英国在他四十几年的 这个四十几年的欧盟贵英国身份 其间里面 动用了七十四次否决权 保护了欧盟的利益 所以这一点的话是 我认为是在外交上面 政治上面最大的一个影响 那第二个在政治安全上面最大的影响 是所谓的欧盟失去了一个 欧洲国家 欧盟国家里面最有军事能力的 最有战斗经验的英国 那我们说英国跟美国是如影随形 伊拉克战争 托尼·布雷尔就派兵去了 那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英国美国都一起去了 对不对 那1992到95的波士米亚战争 英美都一起去打 所以英国美国说要去哪里打 英国一定会跟着打 所以因为跟着美国到处去打 所以英国变成欧洲国家最有弹做经验 那二来的话 英国的军事能力也是欧洲国家里面 我的观察是最强的 比法国 比德国都还要强 在欧洲国家里面 有能够大量军火输出的六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跟瑞典 这六个国家 那输出的各有特色 德国就以坦克为代表 那法国就换相机 弹剑 那英国除了这些战机之外 他的军事 电子 科技是最强的 所以英国他的战斗经验 战斗能力 是欧盟国家最强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退出了 欧洲联盟的欧洲军队 他的力量 他当然是相形见着 英国退出之后 那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不是知识的 就是欧洲建制度 欧洲退的雏形啊 会不会出现希望 那为什么说英国脱欧 就会有帮欧洲军队的建立 因为英国是阻止建立欧洲军队的一个成员国 英国是大西洋派的 是支持美国支持北大西洋公益组织的 北约的 所以英国有所谓的木马 木马屠城嘛 他是美国的木马 木马 他是在 渗透进入欧盟里面去保护美国利益 保护北约的 现在退出了 那法国为首的欧洲派 就能够比较大步向前去发展欧洲军队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讲说在外交安全上面 比较乐观的一个面向 但是我的观察 如果说综合评估来讲是 损失是比较多的 所以不管你认为是对欧洲对英国来讲 英国脱对损失都必是大一例 如果对两边来看 对 都是必答应 对 我们很乐见你的新书这个粗鲁 我们到时候可以来分享一下 一本让你批评指教 最主要是可以请你上节目来解读 来解读你这本新书的最主要的意涵 或是最主要的 purpose在哪里 我们到时可以找个时间来 今天这个非常谢谢这个张武昌博士 那么样的精辟那么样的到位 我们谈欧洲谈大欧洲也谈到了欧洲 跟美国中国俄罗斯间的关系 也谈到了英国那当然谈到了最近最热门的 阿富汗政局对欧洲的影响 我想张教授提到了几个面向 值得非常值得我们所有海外华人 所有明镜的观众细细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专辑 整个欧洲报道的专辑 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当然身处的地方 包括在美国包括欧洲 包括在台湾亚洲都可以来看一下 包括在中国大陆 所以谢谢张教授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张教授在台北深夜 跟我们空中对话 我们明镜电视明镜专访 今天的欧洲的报道就到此 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我也再次谢谢张教授 谢谢 谢谢 谢谢张明兄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